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是我两周前换来的一株虎斑蝴蝶兰 这两周以来在我这里它一直是用水培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根的绿色的部分是在水里的 然后上面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在水面以上的 而且显而易见它之前用的是桃栗 我今天也打算尝试一下桃栗 这个桃栗我已经把它洗了两三次 然后现在还泡在水里 桃栗本身我认为它是很干净的 但是在运输过程中 它会有一些互相之间的摩擦会有一些沉 所以就把这些沉洗掉 我打算用来装这个蝴蝶兰的盆 就是这个普通的蓝盆 你可以用任何花盆都可以 像这个都可以的 我只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它根的生长情况 所以我决定用这个盆 这是一个四寸半的盆 对眼下来说对这株蝴蝶兰有一点点大 但是因为桃栗呢 它是一种永久性的材料 所以在两三年之内 假如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不打算换盆 所以决定用稍微大一点的盆 我现在就把这株植物装好了 装在这个桃株里面 尽量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 我打算用一个套盆 目前我还打算用原先的这个花瓶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看清楚它的根的生长 其实完全没有关系了 你可以拿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根 我暂时的就先用这个 你看我的水位呢 就在刚刚接触到这个桃株 一厘米的位置 刚刚接触到这个桃株 这个呢和它们那个 自动浇灌的那个盆的意思呢 是一样 它们呢是用一条棉线 然后呢就没有接触 花盆呢没有接触水 但是用一条棉线 让这个棉线呢引水上来 但是呢我觉得那样更麻烦 我呢就直接呢 把这个花盆呢坐到水里 但是呢只坐到 刚刚接触桃株的位置 差不多是一厘米的模样 这样的话呢 上面的桃株呢可以吸水 从下面吸上来 一直呢保持湿润 假如什么时候呢 你希望让它的水干一下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 把水倒掉 很方便的 这就是我今天的第一次 用桃栗的尝试 应该叫做半水培 其实和水培的区别呢并不大 水培呢是把根呢泡在水里的一部分 这种半水培桃栗的方式呢 是通过这个桃栗来吸水 让根呢吸收 跟水培呢其实是一样 因为它也没有用这些树皮啊 或者是别的有其他内容的介质 这个桃栗呢也是完完全全没有什么东西的 什么营养物质啊 矿物质啊这些都没有的 所以呢也是一种水培方式 半水培方式 希望这株美丽的兰花呢能健康成长 我呢也会在不久以后呢给你一个update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